前几天中北部都出现了降雨 但还是无法完全疏解焊象 经济部就表示 明天台湾西部的八个县市 将会依照计划实施第二阶段的县水 明天进入第二阶段的县市 包括新北市的林口和百姓 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北部 台南、高雄共计5726户 每个月用水超过千度的用水大户会受到影响 另外在彰化南部云林嘉义将会同步实施 夜间减压限制实施 而提供这个资讯给民众